贝瑞甜心的直播间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陈陈 欢迎大家 那今天晚上呢 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福利 首先在我们的桌子上面 哇哦 琳琅满目的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好物 在今晚分享给大家 同时呢 也将送出众多的福利 包括我们的大额优惠券 以及多轮的抽奖环节 那随着此刻 如果您还没有点击关注的话 抓紧时间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关注 以便于第一时间 获得我们第一手的福利和资讯 同时呢 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 邀请更多的好朋友 共同来到我们直播间 薅羊毛 同时呢 今天也会有一位神秘大咖 将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我跟大家一样 都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如果您猜到他是谁了 可以把他的名字 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好不好 哇 我看到大家已经把他的名字 输入起来了 现在我们的点赞量是190万 当我们达到200万的时候 我们有请我们的神秘大咖空降 好不好 点起来宝贝们 还有最后的5万 加油加油 点起来点起来 哇 真的非常的快 好的 那现在已经达到了200万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弹幕 有请Ms.Berry品牌代言人 引途网刘宇 欢迎 哈喽主持人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哎 今那个 我是Ms.Berry品牌代言人 引途网刘宇 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直播间做客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哦 哇 是的 我跟小雨今天在直播间 已经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对不对 真的人气高涨 那其实小雨最近也是挺忙的 一直在筹备 一直在忙最近刚刚发布的新专辑 对不对 专辑 对 那在专辑的准备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趣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趣事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预告性的趣事吧 就是我们 就是新歌的 风暴演的MV 在17号要上线 对 然后这个MV非常有意思 它和水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呢 我只能透露到这 先卖个关子是不是 对 那大家想要具体了解的话 我们稍后再见 对不对 我们敬请期待一下 那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 以花养颜 以酒暖心 今天刘宇来到我们直播间 也是给大家一起 度过这样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 我们一起聊聊天 然后虽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我们摆了很多的酒 但是我们不能喝啊 因为在直播嘛 但是隔着屏幕 大家可以自己小酌两杯 对不对 那其实 之前在某些社交的平台 也看到小雨拍的一些古风图 古风照 感觉就像从画中走出来的人物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觉 仙气飘飘的 那今天我们 Miss Berry也是重磅上新了新的产品 在我们的七号链接 同样也是古风的 我相信小雨应该也挺喜欢的吧 是的 就是我很喜欢这款酒的包装 因为它的包装非常的用心 真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瓶月桂 对 它其实上面就是有这个桂花 还有这种彩云的这种绘画 然后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意境 这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除了我们的月桂之外呢 还有一瓶 对 同样是一个系列啊 嗯 还有一瓶就是洛神 哇 它整体我觉得它是雍容华贵的感觉 哇 一语道破天机 它其实 这两个款式 我当时听它描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们是一个双生子的感觉 是的 也是我感觉古风满满 我们的月桂呢 其实灵感是来自于嫦娥 包括我们的洛神花呢 灵感也是来自于洛神 这两个酒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吧 是的 一个是比较清冷的 灵动的 一个是雍容华贵的 是的 是不是非常有反差猛的感觉 反差的CP 嗯 而且我觉得整个包装都是非常的精美 对 而且这个洛神的颜色给人感觉就是 霸气的那种感觉 然后月桂呢 又是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 嗯 我觉得可以用温柔无害来形象 哇 好有文化啊 真的 就是很形象很形象 其实说到温柔无害 说到两种不同的 其实我是想到我们 小雨之前在拍我们 Miss Berry的TVC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两套服装 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是是是 当时 嗯 有两套服装是 走的是一个反差的感觉嘛 一个是比较 呃 一些温柔一点的 一个是比较酷一点的风格 我觉得两种都可以代表我们 呃 代表很多东西吧 我觉得有 可以代表我们日常的一些心情啊 或者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啊 然后还有我们Miss Berry 各种不同的款式的酒 它都是一种两种不一样的一种风格 是的 那说到了风格 说到了我们之前刚刚说的专辑 那新专辑当中 嗯 是不是也会给大家呈现全新的风格 包括造型 包括新歌 嗯 透露一点好不好 好 这造型我相信今天大家有在网上看到 我们刚发布了一套就是水手服的造型 嗯 其实这整个就是诉说的是一群人在海上航行的故事 嗯 然后要寻找到 嗯 寻找到一些东西 啊 卖个关子啊 不要着急啊 保育们 嗯 寻找到一些东西 对 然后最终呢 我们会到达属于我们最想要去的那个地方 嗯 那我们这两款酒 小宇在喝了之后 在口感上面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先倒出来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可以 来 首先月桂感受一下 嗯 我都闻到香味 是吧 碰面而来的感觉 是的 来我来倒这个 因为我个人就很喜欢 就这款花草酒的这种概念嘛 因为以花养颜以酒暖心 嗯 这两款味道我都非常喜欢 我觉得它是各有特色吧 我觉得月桂这一款 它整体入口的味道不会太浓 刚入口 首先你感受到 它是桂花的清香和蜂蜜的清甜 哇 是的 嗯 真的真的 它围绕在你的口腔当中 然后过了一点点时间之后 那一点点酒味才会慢慢的跑出来 我觉得它非常好入口 你不会觉得它非常刺激 哦 这一点很重要 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的酒很难入口 然后喝起来就感觉挺难受的 所以它就像它的包装一样 给人的感觉是温柔的口感 那洛神的话呢 就是很直接的口感了 对 它首先它的山楂和洛神花的酸味会多一点 然后入口呢 它会迅速地侵占你的味蕾 让你感受到那种非常强势的味道 而且我有个特别的感受 就是只要你喝一口 你就会立马感受到自己在分泌 你的唾液 唾液什么 望眉止渴的感觉 对口齿生津 然后呢 你会忍不住的 就是想一口一口接着喝 是的 而且这两款酒 其实它们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一个是比较清甜 一个是比较酸爽 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夏天 酸爽的 真的跟夏天非常非常大 那其实呢 两款花香味的酒 也是把酒精感 隐藏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才会一直忍不住喝 因为它们的度数只有八度 是很低的一个度数 那如果我们直播间 有宝贝们喜欢 想尝一下这样一个花香味的酒 可以点击我们的七号链接 它是在我们的 左下角的购物袋当中的七号链接 大家可以点击七号链接进行查看 当然酒虽好 可不要摊杯对不对 适量就好 那如果您是不想喝醉 只想小酌两口的话 享受一下微醺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一款花香味的酒 一定是您的不二之选 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这款酒 对两种人很友好 一种就是不经常喝酒的人 然后呢 还有一种就是想尝试新口味的人 我觉得 首先这两款的这个度数都很低 而且酒精味藏得非常好 喝起来就像那种酸甜的果汁 然后呢 或者是很清新的花香 桂花香 它整体的香味层次非常丰富 酒感和花香的这种融合 融合得特别好 是的 我们其实既然啊 虽然有这么多的花香 其实我们是使用了六道工艺萃取的一个工艺 所以说它是非常真实的花香 所以说我觉得两个尝起来 可以说是非常让我们喝起来很安心 是的 很放心的感觉 因为很健康 没有任何的添加 可以说是零香精 零色素 零防腐剂的 喝起来是非常非常放心的 对不对 是的 而且我感觉就是喝起来就像坐在桂花下的感觉 对 立刻就有香味扑面而来 同时呢 我们这两款的颜色可以说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嗯 所以说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添加物啊 都是非常健康的 纯植物萃取的 所以说它才会呈现出如此晶莹的颜色 包括我们清透的浅黄色 金桂自然的颜色 以及我们的深琥珀色 是的 我们的洛神花其实是深琥珀色 其实我们的洛神花本身就是非常漂亮的深红色 而且它有一个别名叫做植物界的红宝石 非常非常的精致 而且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对不对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在这里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 既然我们是零添加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开盖之后 五天之内使用完 因为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没有开盖的话 可以保存三年 嗯 我觉得 如果让我想一个场景去品尝这款酒的话 我觉得这两款都很适合 一个人小桌 一个人小桌 就觉得是那种浪漫的夜晚 然后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 哇 好有意思 再喝一点花草酒 然后呢 如果是因为现在夏天嘛 对吧 可以在这个酒里面加一点冰块 然后整个就很有氛围感 是的 而且 但是我觉得吧 很可惜今天直播间不可以喝酒 太可惜了 对不对 而且它这个 它这次的包装 我觉得非常的古典和优雅 我非常喜欢 是的 然后我觉得也很适合 比如说过节 然后送朋友礼物 或者朋友过生日 也可以送这一款酒 啊 是的 我觉得因为它的包装很有仪式感 有没有 包括我们的酒杯也很有仪式感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都市历人 城市精英 包括像小雨这样的猪猪男孩 非常精致的猪猪男孩 都非常讲究仪式感 尤其是我们平时小桌两杯 对不对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 在生日送给朋友 那我们这样两款酒呢 它是在我们的七号链接 现在在七号链接当中 一共是四瓶花草酒 其中包含两瓶洛神 两瓶月桂 日常的价格呢 是219元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为了重粉 给大家带来了80元的优惠券 大家领完券之后再下单 四瓶到手只要139元 相当于一瓶的价格 大概是30多块钱 我数学不好 是不是3块钱 30多 是吧 好像是是吧 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 非常的划算 同时除了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呢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您在七号链接下单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礼物 包括 哇 一套四张小玉的明信片 以及再多送一个 定制款的雷射包 这个包包蛮酷的 其实和之前的雷射杯 很搭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之前你有了雷射杯 那现在你一定缺一个雷射包 搭在一起 超级大 而且立刻成为这条街最亮的载 非常的实用 很用心 上面还刻 很用心对不对 上面还有很多的纹样啊 包括我们的Mr.Berry 以及宇宙甜心 很用心 那其实呢 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着小雨 小雨在很多的社交平台 也发过很多的帅照 酷照 非常潮流的一些pose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你 在拍照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造型 比较好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让我们也变成一个潮报 潮棍儿好不好 那我给你一个道具好不好 就拿着我们的月桂和洛神进行凹造型 然后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接下来凹三个造型 三个pose 大家准备好截图 截屏好不好 来 我觉得月桂给我的感觉是温柔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比如说你躺在沙发上 然后你闭着眼睛 就是这样感受它 好 截屏 准备好 哇 很有感觉 很有意气 然后第二个pose 我们可以拿洛神 洛神 洛神 好 第二个洛神我觉得 因为它包装很霸气 我觉得呢 我们可以盯着镜头 然后给它来一个 三二一 哇 确实 深邃的眼神 非常的霸气 好 我们接着来第三个pose 好不好 好 第三个pose 我就两个一起拿吧 两个一起拿 好 哇 很有反差 因为 Miss Berry 甜心的感觉 所以 那个甜甜的造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截到 非常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我们小宇三个pose 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的温柔 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的霸气 第三个真的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甜心 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 今天为了给大家充粉 我们当然也有抽奖的环节 对不对 给大家送上福利 接下来为大家抽取的 就是我们第一轮的抽奖 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小宇 亲笔签名的花草酒 以及我们的明信片 一共将抽取四位幸运的粉丝宝宝 其中两位呢 送出的是我们的花草酒 全部都是亲笔签名的 以及两位送出的是 我们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 好不好 那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本轮 大家只需要把我们的主题 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我们将以截屏抽奖的方式 为大家抽取 本轮的主题呢 也就是我们的slogan 以花养颜 以酒暖心 对不对 一共八个字 以花养颜 以酒暖心 大家刷起来好不好 刷起来 我们将以截屏的方式 抽取四位幸运的宝宝 其中前两位是我们 亲笔签名的花草酒 后两位呢 是我们亲笔签名的明信片 大家刷起来 好不好 宝宝们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 真的非常的适合 我们这样一个酒 既是可以让大家 做到一个美容养颜的功效 又可以浮为心灵 以酒暖心 对不对 好 大家已经刷起来了 大家再给大家最后的 我这边稍微有一点延迟 好不好 宝宝们 大家刷起来好不好 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 一共是八个字 以花养颜 以酒暖心 一共是八个字 大家刷起来 我们本轮呢 即将为大家开启的 就是我们本轮的抽奖环节 来让我们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刷起来呢 哇 粉丝宝宝 今天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热情啊 非常的热情 那让我们看一下 大家的文案 来我们开始进行 一个截屏 让我们准备好进行截屏 哇 我们打开一下 刚刚那部手机出了一点故障啊 因为我们粉丝朋友们 真的非常的热情 所以说 直播间的网络可能有点 应接不暇了 好不好 来 我们小宇进行倒计时 好嘞 那就数五个数吧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截屏 来让我们看一下 幸运的宝宝 刚好四位啊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 可以截图记录一下您的中奖信息 同时呢 在今天晚上的十二点之前 我们的微桃点桃将会进行一个公布所有中奖信息的名单 您需要在十五号之前连续到我们的后台的客服 留下您的收获地址 然后我们会为您包邮到家 也非常感谢我们小宇为大家带来的抽奖 谢谢 恭喜恭喜 那我们现场为大家欠一下我们的亲笔签名好不好 来 这个照片真的还蛮好看的 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看到也是精美天人 来来来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看过这些照片 然后我看到的是这一张 然后这一张 这一张我没有看过 哇 自如其人 谢谢 谢谢 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派一下我们现在亲笔签名的 当然我们的花桃酒呢 也是为大家亲笔签名送出 当然本轮没有领到我们礼品的各位 好朋友各位粉丝宝们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在稍后的时间 我们还有多轮的抽奖环节为大家送出礼品 好不好 好持续的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 还没有点击关注的宝宝 抓紧时间点击关注 那刚才说完了我们的花桃酒 其实现在随着大家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 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说有的时候睡眠也比较不好 包括小雨其实工作安排比较紧凑的时候 行程比较满的时候 尤其是前段时间忙专辑的时候 是不是睡眠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影响是不是 我其实还好 因为我作息比较规律 嗯 但是我知道其实大家平常会有失眠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睡不好呀 睡不深呢 早上起来就会有一种非常累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睡眠其实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要去干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一定要首先要睡觉也要睡好 这样才能精神满满 我觉得真的是 因为我们如果前一天没有休息好 第二天也是很没有精神的感觉 如果前一天休息好了第二天会满血复活的感觉 元气满满 其实睡眠在我们一天当中占了八九个小时 也是三分之一的时间了 很重要对不对 对 我觉得一定要睡个好觉 尤其是深睡眠才可以让我们卸下一身的疲惫 是 那小雨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助眠的方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助眠的方法 我觉得如果大家平常如果睡觉有困难的话 我觉得可以听一些音乐 然后呢还可以喝这个晚安酒 哇晚安酒是吗 因为它的成分和口感都非常的好 因为我个人喝东西是非常注重成分的嘛 然后其次是口感 而且你看它的包装 看上去就是有很晚安的气息 是的上面有一个睡觉的小人是吗 对对对 而且它好像是倒着睡的 我什么时候能睡成这样 我觉得我就非常的开心啊 我的发际现在就不用这么厚移了 是吧 从整个包装上面就可以看出来睡觉的感觉 并且呢我们这样一款酒呢 其实真的非常适合小雨 刚才小雨也说了 它非常的在意成分 是的 我们的成分呢也全部都是天然的直萃的 并且核心成分有什么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茶叶茶酸 全部都是来自于高品质的茶叶 尝起来也是非常酸甜的 同时呢让口腔里面也会有一个非常清爽的感觉 我们经常喝一些茶叶的时候也会让整个人非常的精神 非常的睡起来也是非常的比较安稳的 对不对 就我在宿舍的时候也会打开它嘛 然后打就是第一次打开它的时候 然后我就闻到一种特别浓郁的橙子的香味 就好像就是你平常吃水果 然后就掰开一个新鲜的橙子 然后喝起来呢它的口味是酸甜的血成分 非常好入口 其实你看它的颜色非常像红酒的颜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是的 真的是 但是呢我觉得比红酒好喝 因为它更像是葡萄汁的感觉 不是那种刺入你口鼻里的那种很冲的感觉 它的嘴巴里还是一种特别清爽的 如果你睡前喝一两杯的话 我觉得心情也会变得非常愉悦 然后这一整天感觉过得非常完整 而且很有仪式感 仿佛你白天工作的所有疲惫都消失了 可以很放松的进入一个特别清甜的 特别美好的梦 哇说到现在我就想直接睡觉了 那我们直接给大家倒出来展示一下 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睡眠是很影响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的 其实尤其是第二天有工作的话 我是把我们的晚安酒送给了父母 送给了爸妈 因为我妈妈也是有这个睡眠的失眠的困扰 其实有的时候她会吃一些安眠药 包括一些退黑素之类的 我觉得对身体的健康很不好 很不友好 但我会送我们的晚安酒 睡起来也是非常的更有利于睡眠 其次呢爸爸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喝酒 但喝的酒可能度数比较高 然后成分也没有这么的天然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送给爸爸这样一个酒 里面的包括我们的茶叶摧取物 都是可以降血压的 对于父母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很走心的礼物 那这样一个小金杯 每天晚上我觉得喝两杯就够了 我们饮酒要是以两杯 可以很好的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那我们既然说了两杯 这两个杯子我们今天作为晚安酒的赠品 好不好 我们晚安酒的话如果大家点击我们的六号链接的话 我们这两个小金杯呢也是今晚晚安酒的一个赠品 同时呢我们miss barry采用的成分也是非常让大家放心的 除了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可以放松舒缓的茶叶茶氨酸之外呢 我们当中也是有我们的酸澡人等等 如果你是学生党或者是上班族的话 想要睡得好并且睡得香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非常有精神 我觉得这个酒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 我看到小宇一直在闻 因为它真的很香 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天然的果香味 因为它真的闻起来甜甜的 然后喝起来是甜甜的 它的果味非常的浓郁 然后睡前喝这个的话我的心情会变好 然后觉得自己会放松下来 其实我刚才闻了两下 我觉得自己有在放松的感觉 那其实除了两个小金杯之外呢 今天我们的晚安酒除了有这两个小金杯 还为大家特别定制了 专属于我们小宇专属的钥匙扣 我听说据说这个蓝色是你非常喜欢的 专属的颜色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的粉丝宝们 对于这个蓝色一定是不陌生的 可以展示一下细节 我们的六号链接当中 这样一个晚安酒 只要您下单的话 会有两个小金杯 以及我们专属的定制款的钥匙扣 宇宙甜心 很感动啊 我觉得这个钥匙扣 不管是放在双肩包 或者是单肩包 包包里面 手包都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也非常的实用 其实说到了晚安酒啊 我也是经常要出差啊 或者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平时睡之前喝一点 对于第二天的状态都非常的好 我在夏天 我比较喜欢的解压方式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在阳台听着歌 然后吹着风 喝上一点酒 晚安酒 如果是出差的话 可以 因为是住酒店嘛 可以躺在浴缸里边 然后一个落地窗 看下去全部都是夜景 那个感觉也非常的好 好会想着 好会想着 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一种 小滋情调 明语元气质是不是 那我也是看到大家 非常的热情啊 既然大家如此的热情 在这里呢 我也为大家再次 争取一个福利 因为我们既然睡得好 不仅仅有晚安酒 当然也少不了 小雨的祝福 对不对 当然也少不了 小雨的祝福了 那在这里小雨 可不可以给我们录一段 关于晚安的祝福 让我们当作晚安领声 好不好 没问题 哇 真的很大方 是不是 有求必应是吗 那也许我稍后的问题 和请求会越来越夸张 尽量的 没有问题是吗 那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粉丝 所以我们大家准备好录屏好不好 接下来呢我们小雨 会为大家录一段 关于晚安的祝福 准备好了没有 嗯 来 开始吧 好 OK 3 2 1 忙碌了一天 一定很累了吧 休息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要再想了 让这一天的不开心 到此为止 明天醒来呢 依旧能量满满 记得盖好被子 不要着凉了 晚安 我的天哪 这个声音也太酥了吧 听了耳朵会怀孕的感觉 真的 我的天哪 我不知道大家隔着屏幕 听到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离得这么近 真的近距离的接触 就是低音炮 直击内心 我感觉可以睡个非常非常好 哇天哪 大家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感谢我 这个福利真的是很重磅好不好 那刚刚说这么多啊 包括我们的赠品 今天我们的六号链接当中 我们的晚安酒 它的专柜价格是198元 我们日常的价格呢 是118元 但是今天既然小宇来到了我们直播间 当然是给粉丝朋友们谋福利 对不对 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50元的优惠券 两瓶的到手价格这要多少 小宇你猜一下 多少呢 应该是个很好的数 100元都不到 88元 我就说嘛 600毫升 两瓶我们的晚安酒 88 也就是两杯咖啡的钱 对不对 但是你喝了咖啡之后 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帮助 反而睡不着 但是我们的晚安酒会有助于你的睡眠 对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呢 我们除了如此大的一个优惠和福利 同时呢 还有我们的定制款的钥匙扣 以及我们两个小金杯 是的 我觉得很有仪式感的一个喝酒的环节 嗯 因为我觉得酒这个东西 器皿也很重要 嗯 用不同的一个杯子 在不同的场景 肯定不一样 我觉得在床前 或者说是在阳台浴缸的时候 一个小金杯是很有仪式感的 是 如果要是我们一些比较隆重的场合呢 可以用一些高脚杯啊之类的 不同的酒 我们进行不同的选择 稍后的时间呢 我跟小宇也会一一给大家带来分享 好不好 那刚刚我们也是满足了粉丝的期待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抽奖环节 也是给大家带来我们接下来第二轮的抽奖 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呢 在我们的抽奖之前呢 还是想跟小宇玩一个游戏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互动 嗯 就是刚刚竟然说了这么多的睡眠 嗯 那其实大家都会有睡不着的时候 是 这个时候想问一下小宇 如果你在睡不着的时候 你会做以下哪一个事情 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们 如果你可以猜到 或者说你觉得小宇会做什么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扣出来 好不好 我们一共是ABCD四个选项 首先我们来第一个选项是 听点助眠的音乐 或者是白噪音给自己催眠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啊 在睡不着的时候听一些雨声 一些燃烧的声音等等 是的 钢琴的声音 第二个呢是泡个热水澡 点上香薰 带上蒸汽眼罩 让自己泄煞一身的疲惫 这是B选项 C选项呢 破罐子破帅 既然睡不着 那就不要睡了 起来看点电影 或者嗨起来 随便干点事情 D选项呢 是自己睡不着 打电话给朋友 大家一起失眠 涉业聊天是吗 那大家觉得小宇会选择哪一个选项呢 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扣起来 好不好 你觉得我会是哪一个 A选项已经是200多个了刚才 是吗 大家都觉得是A 但是我觉得是B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么精致的男孩 尤其是这么注重仪式感的 应该会沐浴静衣 然后点上香薰 戴上蒸汽眼罩 然后慢慢的享受一下 或者听一下歌曲 然后喝一杯小酒 我觉得应该是B 是吗 你可以给我们揭晓吗 是粉丝朋友们说的对 还是我说的对 你看这上面 这个蛮多的 B也挺多的 对吧 那我就揭晓了 为什么没有人选C和D 有人选C我看到了 有人选C是吗 D选的好 D大家选的少 因为没有看到大家选D 因为这个一看就不像我 对啊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是 不会有朋友的人吧 我觉得C可能也可以排出 嗯 因为这样有点极端 我的话可能在AB里选 对 如果按照回想的话 我可能更多的时候是B B是吧 A也会有 有 然后看情况 对 但是B比较多 因为我喜欢就是 让自己放松下来 其实要泡个热水澡 它会解乏嘛 对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符合 我的平常生活的一些习惯 嗯 而且其实我们热水澡 其实在泡的时候 也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组织 身体的血管都软化一下 嗯 更有利于我们解乏 其实我们的晚安酒 也是同样的功效 里面的我们的一些成分 包括我们的茶叶等等 也是可以让大家软化一下血管的 然后睡下来非常非常解乏 让我们每一个器官都得到放松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开始我们本轮的抽奖环节吧 好的 那小宇 你为我们想一个抽奖的口令好不好 好 跟睡觉有关 跟晚安有关 嗯 跟做梦有关 那就 一杯梦星河 一杯梦星河 我的天哪 好有意境啊 就是感觉以酒为梦 逐梦星河的感觉 然后睡一个好觉 在梦里深睡眠 好 那我们大家就把我们本轮的一个文案口号 一杯梦星河 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我们本轮呢 会抽取两位幸运的观众 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 就是来自于我们晚安酒 一共两瓶 每人一瓶 好不好 而且同样也是小宇 亲笔签名的哦 非常帅气的签名 大家把我们本轮的口号 slogan 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我们本轮的口令是一杯梦星河 我的天哪 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观看人数是十万多 点赞量是一千万 所以说我 应该是一千啊 九百多万 所以说我现在还有延迟 真的 有没有谁的网速比较好的 有没有谁的网速比较好的 可以方便我们进行截屏 因为我们粉丝朋友真的太多了 几千个几万个人一直在刷我们上一轮的ABCD呢 没有刷完呢 刚才大家答案还在刷着 可以看到我们肖遇的人气真的非常非常的 大家现在还没有刷完 还在ABCD 那我们一杯梦星河一共五个字 我们再等待大家一会儿的时间好不好 那在此之前呢 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刷出来我们本轮的一杯梦星河 其实刚才说到了晚安 我们这很多的粉丝网文真的非常非常热情 嗯 是 我看到 刚刚说到晚安 其实我觉得两个晚安酒送给我们的粉丝网们 也是希望他们可以睡个很好的觉对不对 然后再搭配上刚刚录的一个晚安的铃声 是的 我觉得做梦都会笑着吧 是这样一个感觉啊 做梦都会笑着 我们随时随刻还是没有刷出来我们的文案 有没有我们现场有没有哪位 我们的导播老师 盛项老师谁的网速比较好的 再给主持人一下 真的救命啊 还在刷ABCD 好 哇 你这个是5G的网我觉得 一定是5G的网 好来我们本轮的 来 小宇同样进行倒计时 来准备咯 5 4 3 2 1 截屏两位朋友 好刚好两位 来大家同样呢可以进行截屏记录下您的中奖信息 我们同样呢会将中奖信息在今天晚上的12点之前 在我们的微淘当中进行公布 同时呢15号之前您必须要联系到客服留下您的收获地址 我们将会为您包邮到家 好大家应该已经接下来对不对 其实小宇跟我们missberry接约已经很久了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酒类您尝过的口味应该已经很多了 我基本上都尝过 基本上都尝过对不对 其实当时在官宣的时候我们的礼盒定制礼盒当中有四款口味 小宇当时就说有一款是很特别的对不对 我还记得呢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哪一款我们的定制礼盒当中 看一下我们的天分应该可以回答出来 那在这里呢我们小宇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款你觉得很特别的 我觉得每一个口味都挺有自己的特色的 我个人就是觉得蛮特别的一款 就是海盐榛子巧克力酒 啊海盐榛子巧克力酒 就是来哇哇哇这个感觉 看来要做一点什么事情了 哇它很像奶茶哎 对它这个颜色非常的 我闻到味道了 闻到味道了 嗯这个我跟你说啊 它的这个入口的口感是那种特别丰富的 很像那种太蜜的过程 啊怎么说呢 它其实整体喝起来像奶茶 但是味道呢层次又很丰富 甜但是不腻 一入口是那种很明显的那种巧克力榛子的香味 但是你细细品的又能品到那种非常纯的奶味 嗯 然后酒味非常淡 都被包裹在巧克力的味道里面 它不是单一的口味 我觉得一般好的酒它是可以品尝出很多种层次的口味的 有一种像那种解密的游戏 每次都会发现一点新的东西 我就喜欢 平常喜欢像我一样 而且喝奶茶的朋友都会喜欢这款酒 同样也像我一样 那我觉得一个酒既然有前调中调后调 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味道 是 那刚刚说到了解密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很奇妙的过程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个 巧克力调酒的一个过程 希望小宇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巧克力咖啡的风暴好不好 好 为我们制作一个巧克力调酒法 我们先给它打开 好 先打开 哇哦 哇哦 我觉得首先应该放一点巧克力 对不对 嗯 首先放一点巧克力 首先放一点巧克力 对不对 在里面 嗯 然后 然后 再倒一下 对倒一下 哇 很酥脆的感觉 是是是 好 然后就可以 倒上我们的巧克力酒了 倒上巧克力酒是吗 嗯 哇 好香啊 是 而且也会有一点焦糖的味道 是 好像焦糖奶茶 然后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再加点 别的一点调味料 比如说 因为这个是甜的 它会有甜味 要不然加点苦的东西 我觉得咖啡 咖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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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然后我们可以来点点缀 其实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 哇 有人冰淇淋 我觉得要放在上面 非常有人的冰淇淋球啊 嗯 你这个手法很专专业 平时有练过 哇 哇 天哪 我这个冰淇淋球玩得有点完美 然后再放上我们的巧克力棒 哇 然后还可以再来一颗巧克力球 我觉得 是的 哇 这个东西我觉得 夏日限定啊 嗯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不错 是的 我们镜头可能拍不到 我给你举起来一下 哇 消遇已经 哈哈哈 先 先开口为先是吧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 我才几个步骤 大家看 这已经像是那种甜品店里卖出来的甜品店 我感觉像是那些专业的甜品老师 调配了好久好久的 哇 再拿一个是吧 都给你都给你 这个留给你好不好 我留给你还要什么 跟我说 这个也留给你 不端下去 你在这里慢慢来 来 好 哇 非常非常可爱呀 那就像小雨所说啊 我也觉得 我觉得 平时喜欢奶茶 或者说喜欢 甜品的朋友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一款 我觉得在家里 自己DIY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过程 很有意思的 这个过程 我自己就很喜欢DIY 而且它的一个浓度 我看一下 只有6度 只有6度 比我们刚才的 花草酒还要低一点 对吧 花草酒是8度 它只有6度 那这款巧克力酒 它的原料也是非常厉害 因为刚才我们的花草酒 我们的晚安酒 刚才也给大家分享了 都是纯植物的萃取 当然我们这样一款巧克力酒呢 它同样是来自于 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和真子酱 搭配的是优质的白葡萄酒 和进口的可可粉 非常非常的放心和安心吧 其实我们买我们非常好喝的 好吃的给我们家人 给亲爱的人 都是一定要挑选 放心的 安心的 对不对 那我们的Miss Berry呢 她是一贯坚持 零添加 零白砂糖 零防护剂 零色素 四零 大家记住了 绝对放心 哇 来一个大鹅券 哇 小宇不仅 眼急 而且还手快 是吧 立刻帮我领了一个券 非常非常的迅速 是 如果你特别喜欢喝水果茶 喜欢清爽果味 可以 多试试其他果味的系列 这里的 哇 然后因为我之前喝过不同果味 清香 它和这个酒香融合的特别好 嗯 其实蛮难做到的 嗯 就是我想问一下 这是怎么做到就是 它把这个果香和酒香融合的这么好的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小宇是问到了点子上啊 嗯 因为这个就关系到我们品牌的一个秘密武器了 嗯 那就是 真水果 真果汁 低温慢发酵 低温慢发酵 对 因为发酵酒呢 我们区别于其他酒类有一个最大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一个低温慢发酵啊 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三种香气 包括果香 果香就是水果本身的一个味道 酒香 酒香就是我们酿造酒的味道 是的 酵香是它们混合在一起 然后发酵 嗯 有的一个香味像我们的巧克力酒它的酵香 其实就会有一点焦糖 焦糖的味道啊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非常适合喜欢新奇 喜欢新鲜的朋友们 那这样丰富的层次感呢 也是很多的香精香料 勾兑所代替不了的 那肯定 我们小宇今天下播之前 应该已经可以吃得很好了 是不是 非常可爱啊 那究竟什么是低温慢发酵呢 Mamese Berry的小方苹果酒当中呢 用的都是新鲜的植果 采用的是低温20度的慢发酵 15天的前酵 15天的后酵 以及90天的沉酿储存 前后一共是多久 4个月 120天 我们的光发酵的过程就要120天 所以说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匠心打磨 体验出了我们的匠人精神 难怪我喝的时候就是觉得它的口感是一层一层的感觉 嗯 它非常细腻而且丰富 对了 那刚刚我们小宇说到的我们的5号链接当中的全家福系列 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 也就是刚刚我一不留神小宇帮我领到的 要不然我也错过了这样一个100元的大额券 里面呢一共是6瓶 我们的日常的价格是289元 现在呢减去100元之后 到手的价格是189元6瓶 除了我们的5瓶果味的系列之外呢 还有刚刚小宇最喜欢的乔和利味的 乔和利口味的乔和利口味是6度 然后我们的果酒呢是8度 所以说我觉得189元 然后6瓶一次带回家 其实带回家之后 家里的成员可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但是我们6种是6个口味 我觉得爸爸喜欢这个妈妈喜欢这个 总有你喜欢的 对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其实之前小宇在拍TVC的时候 我们也给小宇做了一个酸甜度的测试题 你还记得吗 在那套题当中 你还记得你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吗 当然了 我记得很深刻的 因为我很注重结果 然后我测出来的结果是 美美百香果味 其实我们对于美美百香果味的一个描述 它其实是非常惊艳的 一口惊艳的酸甜 是的 它散发出来的一种温暖的气场 可以安抚周围的人 让周围的人非常放心 很有安全感 你觉得这样一个描述 跟你的性格搭吗 匹配吗 我觉得当时测出来的结果的时候 其实给我的反馈 是我觉得蛮像我自己的 然后我自己平常也非常喜欢 酸甜口味的果酒 然后我觉得这一款就 我真的非常喜欢 因为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酸酸甜甜的 酸甜口 然后又能品尝到酒的一种香气 就非常有层次和细腻 你知道为什么可以呈现出 如此浓厚的酸酸甜甜的感觉吗 因为用料多 对 用料非常多 而且非常的真实 它里面有什么 大约十颗的百香果 在一瓶里 一瓶里 十颗的青梅 是不是非常非常丰富 我觉得我们平时 一个百香果都这么大 十个盘 对呀 萃取金学 我觉得平时喜爱吃水果 喜爱吃酸甜口的朋友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地方 那我们也是 除了我们的美美百香果之外呢 我还喜欢 我还有喜欢一个口味 嗯 蜜桃乌龙 对 猜一下里面有多少颗 来我们让它看一下好不好 猜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吧 我 你想猜是吗 这个十颗 那这个因为蜜桃乌还要大一点 对 那就两颗 两颗蜜 水蜜桃是吗 嗯 十颗 十颗水蜜桃 然后我们的树莓 我觉得应该多一点了 树莓我觉得应该多一点了 我觉得或许是 20颗 有没有 20颗吧 20颗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准嘛 23颗 很准 我们小雨猜得越来越准了 荔枝甘露 荔枝甘露我觉得 20还是20吧 还是20是吗 嗯 荔枝 30颗 哇哦 荔枝很贵 啊 以及我们最后一个玫瑰白葡萄里面大概有多少颗 葡萄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多一点吧 40颗应该有吧 我感觉 50 50 来看一下 52 哇 很准啊 真的很准 哇 我一共是52颗 那从用料上面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们的成绩是满满的 是 而且这个系列呢 也是适合多个场景进行使用的 嗯 一个人开一屏 然后人多的时候 多开几屏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分享 嗯 你倒一点这个 而且我觉得 它也可以进行DIY 进行一个搭配 是 两个不同味道的 可能会擦撞出一个不同的火花 对不对 是的 那这样一个全家服呢 它是在我们的5号链接 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啊 其实我们不同的酒类 可以搭配不同的器皿 嗯 比如说我们的晚安酒 搭配上我们的金边杯 嗯 那我觉得 你觉得我们这样一个 全家服当中的国酒 应该搭配什么样的杯子 比较适合 因为它给我感觉是 嗯 叫其他的风格 还是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嘛 因为国酒的话 我觉得配一个高脚杯 高脚杯 它觉得会比较优雅 是的 我们直播间当中 也是准备了高脚杯 非常适合来装我们的 方平国酒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 嗯 给大家准备了 我们的粉丝福利环节 我们也是挑选了一些问题 当然了 我们的全家服系列 是在我们的5号链接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5号链接 只要您下单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我们的高脚杯 以及我们的明信片 作为赠品送到您的手中 同样呢 也是一套四张明信片 那我们接下来呢 也是提前搜集了很多 粉丝比较好奇的问题 想借助这样一个时间 问一下小宇 好不好 来 我们一共是准备了6个问题 然后分别都有各自的主题词 在这里呢 小宇可以任选其三 进行回答 那任选其三 我就先选三 先选三好 家乡 家乡 来让我们看一下 如果有机会带朋友去你的家乡 会推荐去什么地方 吃什么当地的特色 我觉得会去桃花坛吧 桃花坛 对 好有意境的地方 桃花坛水深迁池不及 汪伦送我情 室外桃源的感觉 对对对 它其实 我小时候也经常去旅游嘛 然后因为就在家附近 所以我去的时候 每次会感受到 宛南地区那种建筑的 非常美的一些构造 还有它当时 那些绿色的一些植物 配着那个灰灰的瓦 就非常有意境 白墙灰瓦 然后很有灰派建筑的一个感觉 那我来猜一下当地的特色好吗 你会推荐什么 小鸡顿蘑菇 是吗 小鸡顿蘑菇是哪里猜 是北方猜吧 晚北 是是是 那你会推荐什么呢 我们那边一般都是 说特色食物 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特色 我觉得臭桂鱼 臭桂鱼 臭桂鱼是 臭桂鱼好好吃啊 真的 对对对 我觉得臭桂鱼除了桂 没有别的缺点 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选一个 放飞吧 放飞 看要放飞什么 特别自律的小鱼 有没有什么时刻特别想放飞自我 我一般玩一些比较 就比如说去游乐园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会比较放飞自我 就整个人被吓到不行 对最近我们 喊出来那种吗 你会喊出来吗 对最近我们也有录团宗嘛 然后团宗里面也有一些比较 激进的一些游戏环节 然后一整个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前一秒还在说 可以可以放心放心 然后下一秒就倒在地上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 放松 放松 好让我们看一下 麻玩飞一阵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放松心情的地方 想去哪里放松 我真的觉得我待在家里就挺熟的 桃花园对吧 吃完桃园 已经很放松了 我都想去 然后再吃着臭鲑鱼 我觉得回宿舍待着就挺好 就是好好的在宿舍待上个一天 然后品尝一点咱Miss Berry的酒 然后和队友们一起聊聊天 就很惬意 在听着自己的新专辑 看着新的MV 对对对 因为MV它发出来我们才能看到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你们也没有看到 对 哇 我也很期待 我们是8月17号 对 好那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开启我们第三轮的抽奖环节了 本轮的礼品呢 是来自于我们刚才 小宇非常喜爱的 一个是美美果香 一个是我们的巧克力酒 然后也同样是小宇提前签好的 我们签好名的 然后呢 我们同样呢 也是抽取两位幸运的粉丝宝宝 每人送出一瓶哦 那我们接下来呢 把本轮的一个文案刷出来 但是我觉得 我们已经给粉丝送出这么多的福利了 我想给大家增加一点点小小的难度 刚刚啊 我们提到了一个公益 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当中 酿造时候使用的工艺 一共是五个字 大家可以刷起来 它不是那么热哦 哇 小宇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是那么热 也没有那么快 对大家猜一猜什么 然后呢 同样呢 也要借助一下我们摄像老师的一个手机 我的手机往速真的不行 还在聊刚才的桃花月 因为人太多了你知道吗 就是出不来 我们要排队 我们大家的公屏都需要排队 那我们可以退出去 然后再进 我来退出来看一下 好机智啊 真的 好机智啊 来我退出来给大家再看一下 那我相信我退出来这个时间 大家已经把我们正确的答案 输入到我们公屏上面了 然后我们小宇呢 也是把我们最后一根 不是最后一根 倒数第二根的一个巧克力棒 已经 真的 可以了 很聪明 很聪明 来 大家进行 小宇进行倒计式 我们提示词就是低温慢发酵 低温慢发酵 有一个是低温慢烘培 真的好可惜 没有啥他 准备 来 四 三 二 一 不好意思我受评了 再来一遍 来再来一遍 五 四 三 二 一 截屏 来让我们看一下 前两位幸运的宝宝哦 来 同样是前两位幸运的宝宝 给截屏记录一下您的中奖信息 我们同样呢会在12点之前 在我们Miss Barry的微淘进行公布 您一定要记得在15号之前 然后进行找到我们的客服 留下您的收获地址 好不好 那其实刚刚小宇也说到了 想要放松的地方就是和队友 然后一起在练习室 那我在这里想要问一下 放松的时候想做些什么呢 跟队友在练习室 放松的时候 嗯 放松的时候我们不带在练习室 不带来 我们会讨讨讨计划 比如说未来的对于专辑的计划呀 对歌曲的一些畅想和自己创作的灵感 然后呢你会聊一聊自己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想要去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 果然男明星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一般都是吃一些小龙虾什么的 你们会聚会或者是吃烧烤或者是火锅什么的吗 会经常 我们就是只要有空我们就去吃东西 然后有时候也会去路边就随便找一家 那说到了聚餐 说到了火锅烧烤 这里我必须要推荐一个酒 真的太适合了 非常适合聚会的时候派上用场 它就是我们的气泡国酒 是的 气泡酒 它的一个度数只有2.5度 我觉得2.5度非常适合平时不喝酒的朋友可以来一点 对吧 2.5度真的非常低了 非常适合初次饮酒 或者说我们平时不太爱喝酒的朋友 而且呢 其实在夏天 在我们加一点冰镇的感觉 更加的爽 尤其是在吃了火锅烧烤比较油腻的东西的时候 它可以解腻 它非常的清爽 而且你看它有三个口味 这是白桃乌龙 然后荔枝多多 还有青凝青梅 这三个口味 我觉得白桃乌龙 它就是一种特别清甜的一种白桃味 然后细品的时候会有乌龙茶的清香 荔枝多多这一款其实就是很浓郁 荔枝本身的味道 清凝青梅就是味道我觉得是最清爽的 因为而且我还觉得它是三瓶里面最解腻的一款 我觉得如果大家聚会人多的话 其实它还能满足不同的人的口味 那我们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我们体验已经把柠檬片和冰已经放好了 清香 哇 夏天的感觉有没有 我感觉某些短视频平台的一些博主经常会录下这个声音 这个也是很有仪式感的 哇 心动的声音 太香了 来我们倒一下 我倒这个是刚刚小雨分享的青梅的 非常的解腻 我觉得我们的气泡国酒就应该用这样的杯子 是 大口喝对不对 而且度数本来就很低 哇 我觉得你这个倒酒的手法比我专业太多了 感觉酒精在跳跃 哇哦 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朋友非常爱喝饮料 像我平时想要喝一个带气泡的东西 但是我不喜欢喝气泡水 我觉得没有任何味道 如果是果汁里面有气泡就更好了 偶尔呢又想加一点点酒 不要太浓的酒 那我觉得气泡国酒真的太适合了 是的 而且呢其实很多朋友 尤其是经常上镜的朋友 很担心我们的皮肤变得很差 或者说是身材发胖之类的 大家都在追求的是什么 就是低糖 凝脂 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满足了我们 真的是福音满了 它就是一个低糖凝脂的 既满足了我们的口味又没有任何的负担 而且我刚才倒的时候 特意就是会很高的这种倒法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出来的气泡 是非常的绵密 非常的细的 我自己很喜欢 它就是一个独特的那种气泡感 嗯 其实喝一口的时候 大家可以感受到 和甜冲的二氧化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它非常的绵密 而且呢 它的气泡呢 也是水果发酵产生的 所以说口感才会这么好 刚刚小宇也是刚开始就分享了 最注重的就是什么 成分和口感 是的 我觉得这一款它的口感真的是绝了 而且呢 同样也是365小时低温慢发酵 嗯 很久 其实 就比如说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 随手开一瓶 又或者是我们坐在一起 吃火锅 然后 露川儿 那时候也可以喝 如果 很简易 冰镇的话会非常的 简易 是的 那我们的气泡果酒呢 它是在我们的4号链接 同时呢 它的保质期一共是有18个月 如果您没有尝过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买回来 尝一下 如果您之前就喝过的话 都不用我多说了 您一定知道 囤货的好时间 是的 对不对 它的保质期是18个月 同时呢 我们的气泡果酒呢 它的一个价格是64块8元 一共6瓶三个口味 每个口味的有2瓶 然后呢 今天小宇竟然来到了我们直播间 所以说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 第二件0元 相当于64块8元 一共是12瓶 两件 我们是0元第二件 所以说 64块8一共12件 一件相当于5块钱左右 这个真的是 史无前例的价格 非常划算 我强烈安利大家 强烈建议大家 一定一定要进行一个下单 我觉得这一款太适合大家了 同时呢 除了我们的一个 第二件0元的福利之外呢 我们同样也是给大家赠送的是 我们的四张明信片 以及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 一个定制的贴纸 上面有很多我们的一些 slogan呀 我们的一些非常可爱的 一些动漫呀 或者说是一些图画呀 大家可以贴在我们的 镭射包上面 镭射杯上面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可爱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的4号链接 我们这样一款 气泡果酒 它是在我们的4号链接 同时呢 我们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 最后一轮的抽奖环节 是的 来 其实在我们的抽奖环节之前呢 也是同样 也是要进行一波互动的 刚刚小宇也是说了 其实我们不同的酒 在不同的场景和 然后配不同的杯子 对不对 接下来我准备了几个场景 想要问一下你 或者说你建议我们 在这种场景之下 要喝什么样的酒 可以 因为刚才我们也是 一共分享了4款 我们的晚安酒 花草酒 以及我们的全家福的果酒 包括我们最后的气泡酒 大家如果有想法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打出来好不好 第一个呢 是一个家里刷具的感觉 对刷具的感觉 刷具的感觉 刷具你觉得 如果是我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 刷具的时候 果酒 全家福的果酒 对不对 然后不同的口味 对啊 因为你刷具的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心情 对啊 你的果酒口味多 然后呢 你觉得 今天我要 我看里面 我觉得我自己蛮酸的 我就给喝个百姜果 比较酸的是吧 然后看到比较甜的剧情 我觉得我得喝点甜的 理智的口味 就很百大 不同 我觉得酒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如果你的心情不好 它会把你的心情放大了 如果你的心情好 它也会给放大了 是的 我觉得很奇妙 好 那我们这样一个刷具的 就非常适合 小宇推荐的全家福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第二个 这个聚餐嘛 这是刚才介绍完的 对啊 气泡酒啊 对啊 搭配我们的大度杯 对啊 大二口的唱饮 好不好 那接下来第三个场景 哦 很浪漫 哇 沙滩 沙滩 夕阳西夏 我觉得咱们的这个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放松浪漫 放松浪漫 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 夕阳马上落下去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会选花草酒 花草酒 对不对 花草酒也是非常适合 我们的花草酒呢 同样也是有两个口味的 是的 一个是月桂 一个是落神 我觉得也是可以适合不同的心情来进行唱饮 是的 如果是一个比较嗨 比较热闹的一个场景 大家啊 围着一个烟火 然后唱着歌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比较 比较酸甜 比较浓郁的落神比较适合 是的 如果只有一个人 两个人的话 月桂 对 再好不过 对不对 非常的安静 享受这样一个比较 逆境的时刻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最后一个场景 哦 这个就夜晚了 呼之欲出了答案 对不对 夜晚咱们就得喝咱们的晚安酒 晚安酒是一个好调 对不对 是的 保证第二天精力充碰啊 活力满满的感觉 而且也是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 其实我们一个深度的睡眠 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器官 让我们的身体 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修复和调整 而且我觉得这四款酒 不管是您自己使用 自己喝 还是送人 送亲朋好友 送父母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的 如果你在犹豫 我觉得犹豫的地方是哪里 我们选什么口味 是的 我们选什么样子的 因为今天我们的产品 包括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和优惠 已经是不用大家在犹豫的了 那所以说我们也是 温馨的提示大家 如果您现在还没有下单的话 抓紧时间 我们进行下单 因为可能过了我们今天的直播 我们的优惠就没有了 我们的福利就没有了 那话不多说 接下来开启我们最后一轮的抽奖环节 刚刚既然说到了我们的气泡酒 对不对 那我们本轮的口号就是 小气泡 可以 蒸发酵 好不好 可以 小气泡 蒸发酵 一共六个字 小气泡 蒸发酵 同时呢 那我们也同样会抽取两个幸运的观众 为大家送出的呢 是咱们的明信片 也同样是亲笔鲜明的明信片 嗯 同样是抽取两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 好不好 想要的话 现在把我们最后一波的 啊 啊 slogan 输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同样还是按照小雨教我的方法 先退出再进来 因为人太多了 因为大家的公屏都在排队呢 嗯 啊 来 让我们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刷出来 好 小气泡 蒸发酵 我们本轮呢 抽取两位幸运的宝宝 来 小雨 跟我们进行倒计时 三 二 一点八 一点五 越来越会玩了 我感觉 一点二 零点五 零点三 零点二 零点一 零 好 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幸运的宝宝 究竟是哪位呢 哪两位呢 究竟发落谁家 同样呢 这两位幸运的宝宝 也可以截屏记录下您的中奖信息 我们的微桃将会在12点之前 公布今晚四轮抽奖的所有幸运的名单 您一定要及时找到我们的客服 留下您的收获地址 截止时间是15号之前 嗯 那刚刚呢 我们今天的礼品都已经赠送完了 小雨跟大家玩的也是非常开心 是的 其实前不久我们的into1也是成团了一百天 想问一下一百天来 小雨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作为队长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种种的困难 但是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这十个兄弟一起陪着我一起去经历这一百天 但是我觉得 带给更多的人看 让更多的人知道into1了解into1了解into1的作品 然后呢我们也会更加的热情把自己的才能尽可能的形成作品 然后汇集成一个能量的一个聚集体展示给大家看 这也是我们into1所有人也最想做到的一件事情 同样这个不久的将来呢我们第一张专辑的剩下的一首一支MV和一首歌曲也都会和大家见面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期待 因为接下来这两个作品都是非常非常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用心非常非常喜欢的 哇说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今天粉丝朋友们为什么这么热情 我们直播间为什么经常出现卡顿 为什么经常出现我们的公屏刷不出来 大家为什么这么的热情 其实大家真的是爱对了 让我感觉真的 小雨真的是一个很温暖很有责任感很正能量的人 一路走来虽然说非常的辛苦 但是没有关系有大家的陪伴对不对 而且我相信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光汇聚在小雨身上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也非常感谢小雨今天来到我们MissBerry的直播间 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粉丝宝宝一个小时的陪伴 那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时间我们会越来越多的见面好不好 那在这里我跟小雨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也非常感谢小雨 谢谢来握个手 谢谢拜拜